第三号台风席卷后给越南多个省市带来严重的损失 直接影响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民众生活 目前越南各职能力量正以当地居民紧密配合 积极展开台风灾后恢复工作 截至9月12日下午5时 第三号台风已致是226人死亡和104人失踪 9月12日下午 越共中央总书记 国家主席苏林率工作代表团历临宣光省山阳县长生乡 视察当地防洪抗灾工作并慰问受灾权重 目前卢江水位正在逐渐下降 数百名部队和公安战士坚守在防洪救灾一线 同当地职能力量配合处理灾后事故 确保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 视察防洪救灾工作时 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要求宣光省采取全面 果断的措施支援被困群众迅速开展救援和救灾工作 尽快将必需品送到被困民众手中 与此同时也要注重确保救灾人员的安全 苏林强调 宣光乃至受台风影响的北部各省市 都必须明确救助民众是最高优先 武装力量是救灾主力军等原则 严密实施防范救援和救助措施 帮助灾民尽快恢复生活 12日上午 越南政府总理范明正赶赴安配省指导救灾重建工作 亲自进行实地视察后 范明正与安配省领导人和通过视频与该省各县向指导召开会议 指示抗洪救灾和灾后重建工作 范明正强调 要积极主动做好 应对最坏情况的准备 确保脱坡不安全 动员所有力量和工具参与灾后重建 尽快恢复生产和生活秩序 不让任何人缺吃 缺衣 缺水 缺住房 政府总理决定 从中央预算中拨款500亿月顿 约为200多万美元 支持安配省解决台风和洪水的影响 随后 范明正总理 又来到老街省保安县福庆乡母村 这是洪水灾害最严重的村庄之一 9月10日 一起山体滑坡发生 导致37户人家的这一村被冲毁 造成45人遇难 51人受伤 范明正总理 对遇难者及失踪者的家庭 表示深切的慰问 范明正要求武装力量 医疗部门及有关职能机构 增加救灾救援力量和设备 同当地政府配合尽快寻找失踪人员 对受伤人员进行救治 并妥善处理遇难者的善后工作 范明正总理表示 从政府 祖国阵线 各级团体组织都在积极参与防洪救援工作 确保灾区灾民衣食住行医 要求相关部门根据职责和任务 与老街省政府配合 开展环境清理 疾病防控 交通恢复 以及校园重建等工作 特别是范明正总理要求老街省研究土地安排 帮助解决母村灾民的住房问题 支持灾民解决就业问题 9月12日下午 越南国会主席陈庆敏率领工作代表团 历临太原省了解当地防洪救灾情况 在探访受第三号台风影响最严重的复红线时 陈庆敏主席希望大家发扬互助户外的精神 团结一致 共同应对困难 携手克服洪水带来的后果 陈庆敏要求太原省高度重视 全力以赴克服台风和洪水灾害后果 最大限度的减少人员和财产损失 及时展开受灾民众救助工作 妥善安排疏散措施 保障民众住行十一问题 特别关注老年人 儿童和其他弱势群体 当天下午 正在访问胡志明市的老挝人民革命党总书记 国家主席通伦西苏里 及老挝党和国家高级代表团 以及胡志明市党委 政府和人民共同参加捐款活动 为灾民以及灾害强险救灾和灾后恢复重建工作提供支持 捐款活动以弘扬团结精神和相亲相爱精神 从而号召全市干部 公务员 各阶层人民携起手来 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条件 奉献力量 帮助灾民度过这一难关 早日稳定生活 截至9月12日下午 胡志明市共有91家企业 单位和个人捐款 总金额达251.3972万美元 连日来 澳大利亚 美国 日本 韩国等许多国家和国际组织 已向越南遭受风暴和洪水破坏的灾区民众 和越南灾后重建工作 提供必需品和资金 此前 越南农业与农村发展部表示 自9月11号下午20起 中国在卢江上游进行开闸泄洪 但下泄流量较小 仅为250立方米每秒 所以虽有影响 但不会对越南下游洪水造成太大影响 中方也提前通报越方 以做好准备工作